我今天才听到大家说起来说这个春茶跟秋茶怎么区分 其实可以通过几个手段还是会有所区别 首先来说我们一定要是看同一个茶区的 如果不同茶区的肯定没有什么对比性 因为不同茶区的茶发芽的情况也不一样 我们泡开的茶它还原的肯定是它鲜叶时候生长的状态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它鲜叶时候的生长状态 那你就知道它茶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可以去对比 所以从这一点上大家只要知道鲜叶的什么情况 基本上也就能知道这个茶树当初生长的情况 只要多知道鲜叶的情况 基本上也就能知道这个茶叶春菊跟秋菊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春茶属性来说 它的这个马蹄角就比较明显 我们说的马蹄角也就是这个春茶经过一个冬季的储备 粉酒比较充沛 是第一次发芽 所以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铃片状 外渔因为榜纳这边春季天气干旱 所以它这个夜间就比较短 转发芽 小铃片状态 123 9 123 10 123 20